生命电视 慈悲爱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是内心愿意给予 而有分享 故事等行为 二 是放下对仇敌怨恨 对亲友贪爱的分别之处 而平等待之 常称为平等舍 二 这种舍不是抛弃 无感觉 无关心 而是不会排斥 讨厌的 或抓取 喜欢的对象 完全接受事物的本然 舍得重要 一 修学平等舍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修习此心 悲心 喜心 是希望众生快乐 没有痛苦 但事实上 我们还是有远亲 自他 得失的概念 二 对于讨厌的所缘 二 对于讨厌的所缘 这贪春所引发的分别性 把我们细附在生死轮回里 顾得解脱 以平和的态度 对待一切终身 一 对于自己所爱的 包括喜欢的人与宠物 我们会有很多的执着可爱 但是这样的情指 不是真爱 我们必须努力培养 不执着于平衡的态度 来对待所爱的人与宠物 二 真爱必须留有空间 双方必须保持平衡 而对方必须有他的自由 这就是舍 走绳索的人 一 一般而言 我们不是被可爱 迷人的所缘 所缚 就是在对抗 厌恶 不悦的所缘 给挠断 这两个情绪 会使我们误以为享乐是真正的快乐 受苦是真正的伤害 二 当我们缺少 持心平等 不执着的稳定能力时 便是走上以可爱及仙惠为两端的绳索 非常容易掉入厄岛深渊 再怎么小心也没用 时间如火网黄年 华丽的车称 一 法剧今有一颂说 世间 如国王华丽的车称 愚痴的人沉溺其中 有智慧的人则不会置住 意思是说 一切事物终归无常 它不久后会破损会坏 没有人能永远拥有任何东西 二 将物质东西视为无常 有助于减少执着 所以 面对喜爱之物 要常常对自己说 这东西不会跟着我到永远 我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 使用它而已 培养舍心 一 要发展舍心 必须舍弃我的 自我的想法 首先 从容易远离的事物着手 渐渐地 不执着自己 深深贪爱之物 二 放下我的 或我所有的想法 能无费力自然申请 而不受个人喜怒哀乐 偏颇执着的限制 舍 就会常住心中 神迹关系的无常 神迹关系的无常 一 永远在改变 在深深死死大海里 没有什么事是一定的 更何况是人气关系的无常 朋友 敌人 和陌生人 这三种对境 都是 一定的 二 因此 正是无常的正义后 我们根本没有理由 贪着朋友 或怨恨敌人 更不会花费时间 精神 去经营真爱 名望 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提 与众生一提 一 现在我们常听到 我与众生一提 倒不是出于宗教之间的主张 而是来自国际环保 素食运营的独裕 因为今日的科学不断地发现 这世间的人 事物 所组织变化 呈现 都是相互一存 每个个体 对于整体 都是不可不缺 有决定性的影响 各人与万物修器共 因此必须理他 才能立即 蝴蝶效应 一 美国科学家提出的蝴蝶效应理论 说明 在一系统下 刚开始发生的动作 十分微小 经过不断变化 延结 其影响 对其未来状态 会造成极区大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